为了逃避警方的抓捕 广西北海有一位贯偷竟然用偷来的赃款 购买了一条小型快艇 供自己紧急的时候进行逃跑 可是这位贯偷跑得再快 最终还是被警方捉拿归案 今年春节前后 河浦警方多次接到群众报案 称家里的财物被小偷入室盗窃 接到报案后 民警通过现场走访和行政技术现场勘查 结合大数据合成作战中心的综合研判 确定多起案件均为吴某一人所为 而吴某十分狡猾 常年居住在南流江入海口的鱼排上 反侦察意识较强 稍有风吹草动 就跳上快艇向海方向飞速逃离 他的狗一叫的话 他就飞速的跑到他的快艇上 架着他的快艇向大海跑去 我们爱与没有这个设备 所以说前面两次都是抓捕失败 有了前面两次的经验教训 警方在第三次实施抓捕的时候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行动当天民警兵分两路 携带救生装被水路并进 在挡江海滴入海口的岸边 围捕犯罪嫌疑人吴某裕 抓捕的时候 他是骑着一辆摩托车 在海滴上面把他逼停 对他进行抓捕 据吴某交代 做案前他都提前踩点 找准时机以攀爬方式 从楼顶爬下进入室内 偷盗现金首饰等贵重财物 共作案12起 涉案总金额19万余元 作案后吴某欲将犯罪 所得用来购买了快艇 逃避警方追捕 同时用于购买毒品 供自己吸食 所有赃款全都挥霍一空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